中文字幕志愿者 老板强调没多收钱问题就出在这 客人在意的是棒秤上的价格已经贵五十元 但老板说只是看重量 因此顾客买六点八斤 用两百元计算实际只要一千三百多 他只收一千元真的没卖比较贵 拿出棒秤再解释 因为产品数量多 不同的价格都得重新归零 图方便所以只看重量 急于说明是因为事情真的闹大了 其他摊商款家说太忙的话 电子棒秤只是拿来看重量 但对消费者来说感受真的不太好 一经两百的凤罗看到电子棒秤 却是两百五这数字 客人一抱怨打坏的可是商圈形象 三立圈秋山阿拉比乡高雄报导